- 馬口,或者是一枝花,然後一個叫三連仔 - 我還有一個叫台灣俗辣耶 - 陸環陸環! - 哈囉,我是最近熱愛溪流路亞的XAMI - 我覺得溪魚都很可愛的農業 - 我很想要吸哥,梨子 - OK,那今天我們又重心聘你 - 有重心聘命聘請 - 好美喔! - 我們來邀請我們的宿王 - 我們的宗偉哥 -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 我們又再次見面了 - 我們上次示範的客數呢 - 是從三客到十客左右那個星期的陣群 - 那這次來介紹一下的就是比較輕客數的 - 我們今天選擇的是新北市的平林區 - 今天是來調西域 - 西域,對 - 那主要魚種就是祖孫的那種西哥 - 然後紅貓 -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位置 - 其實是在五寮潭 - 那我們的環境就是說 - 這邊是一個深潭 - 那我們往上 - 我們接下來會往上釣 - 我們接下來會往上釣 - 那上面的位置是那種 - 就是屬於是石賴區 - 西域來講的話 - 夏天石賴區會是一個很活躍的地方 - 那通常石賴區的地方 - 也都是屬於魚的密食區 - 我相信在這個將近要夏天的時候 - 大家一定特待七流路牙 - 那就讓我們來 - Let's go! - 開始了 - 很多人說找小溪魚 - 就是所謂的流頭跟流尾 - 那周圍哥我想問一下 - 何謂流頭跟流尾 - 最主要流頭就是說 - 它衝刷出來的氣泡水域 - 或者是說 - 會產生氣泡水域 - 但是它產生不規則的波動 - 那流頭的部分 - 會有很多的魚會在那邊密食 - 那等到水流更緩的地方 - 就是屬於流尾的地方 - 那基本上我們在釣的過程當中 - 都是尋找流頭跟流尾 - 那我們吸釣的話 - 通常都是由下往上走 - 這樣子來不經老魚 - 那為什麼不會經老魚群的原因 - 就是說 - 今天魚 - 它在這種吵雜的水流聲 - 那我們在下面釣的話 - 它沒有辦法接收到水流的波動 - 那如果你從上面釣的話 - 它容易受到驚嚇 - 因為我們的波動會影響到它 - 喔!就是所謂的 - 受驚嚇就對了 - 喔!原來如此 - 我們等一下會所做的手法就是說 - 我們會將我們的 - 丟到那個流頭 -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 不要產生太多的自線 - 那再來落水之後 - 其實我們也不用太過於去收洞 - 你要看看它的湧層會到哪邊 - 有時候可以知道水的深淺 - 來去控制你的湧層 - 那基本上落水之後 - 你就可以直接做平收的動作 - 但是我們可以做緩慢 - 因為水流在沖刷下 - 的時候有時候會讓你的水分帶有湧型 - 甚至水流在沖的時候 - 魚會以為是落下來的食物 - 嗯哼 - 所以它會及時的 - 一瞬間就去咬了 - 對 - 了解 - 那一定有很多人問 - 今天我的PE跟我的Leader - 我要怎麼去配 - 我們在做釣溪流的部分 - 尤其是以西哥來講的話 - 其實我們的線組都可以做一個很細很細 - 我們在市面上比較常看到的線 - 就是0.6 - 0.6 - 那我們當然也是可以往下去做挑選 - 0.4的部分 - 但是0.4的部分 - 因為由於線很細 - 我們在做釣的過程當中 - 可能自線的部分會去摩擦到石頭 - 所以我們還是會盡量選擇的部分 - 會在0.6 - 我們選擇前導線Leader的部分 - 盡量選在0.8這樣子的Leader - 那大的話可以搭到2號線 - 哇 2號 - 因為其實這種東西都是互相搭配的啦 - 我們的PE線它0.6的話 - 它的公斤數基本上都有 - 來到6公斤 - 所以我們選擇的前導線的部分 - 都可以選擇到2號 - 2號也有5公斤多 - 所以它就變成說在拉扯過程當中 - 我們會盡量讓它做出一個最大化 - 那斷線的部分也盡量就是讓它斷前導 - 不要斷母線這樣子 - 喔 瞭解 - 今天做釣的部分都是以1.5跟2.2克 - 齁 十分T1 - 選擇顏色的部分 - 基本上溪流水都是蠻輕的 - 但是溪流的魚 - 在流動的水流的部分 - 魚比較不容易受驚嚇 - 那水流較緩的地方 - 我們還是會盡量去選擇自然色 - 那極流的地方或者是說水流較強的地方 - 我們一樣都可以去搭配金色的部分 - 為什麼 - 因為有很多的西魚在第一時間衝咬的時候 - 如果沒有咬到 - 它會去做追咬的動作 - 但是如果就是說 - 我們會比較屬於自然色系的話 - 再去追咬的那種就是視力範圍的部分 - 它會比較差一點 - 了解 - 所以我們會選擇就是亮色系金色為主 - 那它再去追咬的時候 - 它會比較容易找到它的目標 - 那如果在收的過程中的時候 - 因為會產生自線 - 而破壞泳行的話 - 我們有什麼方法去做解決呢 - OK - 那像我們如果就是說 - 讓Spoon旋轉的話 - 線一直在做旋轉 - 當你一放鬆 - 它就是捲曲上來的 - 對 - 我們前面會加個 - 那種美式轉環 - 就是我們所說的八字環 - 那其實八字環它是一個很好的配件 - 那它是負責去理線 - 當你有很多的那種就是 - 拋頭的過程當中 - 你在做打轉旋轉打轉 - 種大魚的時候 - 它在水裡面做一個旋轉或打轉的部分 - 一樣都會影響到你的線的捲曲 - 那我們加上了八字環之後 - 它負責理線 - 我們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 那別針它是負責快速換耳啦 - 那通常我們兩個都會加 - 因為我們時常會換耳換換去 - 不管是換顏色或者是換重量 - 我們都一樣會換來換去 - 我們盡量的就是挑選 - 八字環跟別針的部分 - 盡量挑小 - 但是它拉力值也要夠 - 像我們都會有對應 - 比如說以XIMANO來講 - 兩千型以下的都是3公斤 - 我們就會以最小的八字環跟別針 - 它也就是3公斤這樣子 - 來去做搭配 - 八字環跟別針的部分 -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 是這樣子 - 等於說我前面的Leader - 直接綁 - 轉環的部分 - 對 - 轉環這邊在扣上面 - 八字環上面的部分 - 然後底下這邊會 - 就可以直接套我的Spoon - 方便也可以做Spoon的顏色 - 做替換 - 對 沒錯 - 哇 這隻馬狗也好肥喔 - 他們肚子都好大喔 - 四隻 - 噥 - 咬了四隻 OK 現在呢 大家來認識小西語 這不想了 這個是什麼啊 那這一尾的話是叫做台灣虛辣 那說明有很多人會叫它馬口 或者是一隻花 然後也有叫三連仔 我還有叫台灣俗辣咧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它身上有一條黑色的 那個斑紋這樣子 對 以前的人就是講它 就是說雄性的部分 它有混金色的時候 一隻上來的金 然後上面有開花的那種感覺 很多的那種顏色 對 那眼睛上面那個紅紅是怎樣 是 它很多細魚上面都會有 對 那其實不是每一隻都有 他們好像慣性的就是 一直往下就對了 這是細魚的慣性嗎 應該講說受到金下 它能去找它的障礙物的話 當然是最好 其實就是說 障礙物通常都是在地底結構 所以它會盡量的去往下面看看 探索看看 好 小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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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有一個預言 但是小隻 為什麼你們知道 大家只有這麼小隻 這叫做一竿入魂嗎 一竿入魂啊 真衛哥 雞雞 太小隻了 小馬口 沒有沒有太小隻了 小馬口 OK 台灣虛蠟 就像剛剛那個 中文哥剛剛有教我們的 台灣虛蠟 台灣虛蠟 這就是小虛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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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帥耶 剛剛這樣一整個洋竿起來 真的開槍 哇 哇 入魂 入魂啊 乾乾咬 乾乾滾 哇 什麼 可以可以 大隻了 哇 這隻 好聚喔 這隻好漂亮 好漂亮 這隻叫做那個 出手蠟 出手蠟 那 對 它只是雄性的 所以它的顏色會很漂亮 那最主要的是 它已經有開始有追 追星了 就是說 到了它的班子期 它們就會產生這種婚姻色 他老婆會去找怎樣 找無郭雲 沒有 它其實 雌性的話 它就是比較偏白色 比較沒有這些花紋 跟那種就是顏色的部分 OK 那我們來雅筒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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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走了嗎 喔 走了 然後 直木桌 還直木桌 我們去採個 沒關係 不一樣 如果 你很棒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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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這個出現的聲 過去 哇!這燈到我! 啊!啊!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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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機了! 哼哼哼哼哼哼哼! 我小隻的... 它只是比較敬業而已 哇! 喔! 所以說沒有到很大... 但是很有力耶! 對!力量還是有的... 那這個... 是因為季節嗎?還是... 不是! 因為台灣虛蠟的話 它的力量其實是... 呃... 做一個... 俯衝的狀態 就因為... 呃... 我們丟三壁的話 它這個署名為什麼叫三連載 就是在三邊這樣子 所以它硬咬就直接往下衝了 所以那力道是很...很大的 OK! 今天的溪流路牙 緩載而歸 緩載而歸 然後我們的那個... 中緯哥 這一組的貼型 他準備了兩套 他專門會... 我們會以溪流為主的 就是等於親客宿的 那底下留言幫我留言 咖哩 Spoon T1 那拜託一定要來留言咯 OK! 那就這樣子咯 謝謝 掰! 有了有了! 中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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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緣中緣中緣! 嗚!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按小鈴鐺喔! 謝謝!